马来西亚活鸡出口禁令生肖日期逼近 新加坡食品局表示 业界正努力增加冷冻鸡的进口量 十八砂摊贩则指出 冷冻鸡的价格近来已经涨了四成 售价和一个星期前先机的价格不相上下 整支的冷冻鸡在主角八砂的售价 每公斤已从一个星期前的五元涨到七元左右 尽管有些犹豫 顾客还是会掏钱购买 甚至还买得更多 摊贩希望 马国出口禁令生肖后 他们还会有足够的冷冻鸡供应继续营业 一些餐馆也打算改用冷冻鸡 这进一步推高需求 有业者就表示 冷冻鸡虽然向来是较连移的选择 但未来将变成更昂贵的食材 加上近来包括租金在内各项成本上升 涨价或许在所难免 成本一定会高的 任何一个物品都是涨价的 也跟着这个季的话 我们是全部对在一起来 计算它的成本都高了 我们才做出一个我们调整的一个价格出来 当局表示 我国目前从巴西 美国 泰国等20多个国家进口冷冻鸡 进口量还有增加的余地 直总评价超市也透露 他们的冷冻鸡库存 可以支撑大约4个月的时间 我们下期见